我爺爺叫廖南 廣東省韶人 1955年開了這個店 一直做到現在 如果這個時間叫我開工 真的覺得很辛苦 不是四、五點起床 是兩、三點起床 因為工作十三、四小時就走不掉了 我們做豆腐 全天都會濕手濕腳 冬天手就會爆炸 夏天熱到你 剝成沉皮也不行 石磨由阿爺開舖 用到現在 石磨石頭和石頭之間會摩擦 溫度比一般金屬摸低 摸出的豆漿就不會過熱而走味 豆味特別濃 磨完 蟑螂 豆漿落鑊煮 一般都是用電爐 豆漿由冷到滾的時間會慢一點 不及明火火力夠 煮豆漿的時間會快一半 就是一般的 用明火來煮的 當然是 香很多的 豆漿燒滾了超過100度 很滾 我只被泡這樣彈一點 已經燙傷了一隻手 做豆腐都有分軟和硬 如果是硬豆腐 客人要買回去煎 所以一定要把豆腐裡面的水份壓出來 這樣才叫做硬豆腐 煎釀豆腐就是 豆腐在上面加一些鯪魚肉煎一下 豆腐、炸豆腐都是我自己做的 以前這個北角區是一個小上海 上海人非常多 所以後面還有鍋貼、生煎包 坊間很多,先蒸熟的包,然後再煎 這裡是真正生煎 這些肉全部是生的 所以一定要加點水 剛剛好水乾,包就剛剛好熟了 晨早的客人主要來買豆腐、豆腐 午市,客人進來吃豆腐花、煎釀豆腐 一路旺到收舖 那時候住香港區 我現在住張軍澳坑口 特地來找這間食物 認識了幾十年 這些街坊給我老爸 來光顧 都是因為爸爸做的豆腐好 爸爸交落 一定要做 你寧願做少一點也要做 盡量街坊來買到豆腐 他自己做這行那麼辛苦 他也是叫我去外面坐 就是希望在外面做得好些 不用再回這裡捱 叫他疼我 我做收車做了十三年 爸爸呢 他年紀大 身體陷阱 有小腫風 覺得爸爸辛苦 他想回來幫他 自己初初做都是捱不到的 都是覺得很辛苦 我也是有想過放棄的 有時候沒辦法自己家族生意 用傳統石膜好辛苦 他都有想過省工夫用新方法 那時候就在和府道那裡再開多一間 因為我新店那裡就是用機來磨的 用蒸氣來煮的 磨豆速度快 份量增加了 誰知道 那有些債客呢 他說喝下去那些味 是跟你舊店那些是不同的 原來是不可以這樣 你一定要保證到那個質量 你不可以做太多 結果做了兩年就倒閉 他掉了心水 用舊方法 繼續辛苦下去 有時候好像認命那樣 接受吧 接受現實 他都教過不少徒弟 想著可以幫輕一下 徒弟就算學識了 都嫌辛苦不做 工場最後 唯有靠他一個單大旗 工事長 遲收工 老婆都整日我 嫁給你 你都沒有時間陪他 又不陪子女 大那兩個陪得少 變了現在都有點代溝 說他他 分中就粗口拼回來 關你什麼事啊 這樣 他把所有時間放在店裡 忽略了家庭 自己吞了這份辛酸 好在媽媽姐看到他的辛苦 媽媽呀 姐姐呀 唐姐姐呀 他們在這裡幫忙 他們都叫做石的弟弟 寧願拿少許薪金都在這裡幫忙 算不說得了 還有支持了他幾十年的客人 令他多辛苦 都值得撐下去 很久沒見你 街頭至街尾 每個人都認識 每一個人都是 都是我的恩人 所有人都是要謝謝 我其實